欢迎收看1300真点新闻 我是黄品宁 先开始先带来看到生死一瞬间 花莲墙镇当下有车辆行进苏花改时 山币有一个超大的巨石直接从天而降 有台车闪避不及当场被砸中 车辆是瞬间45度旋转 车尾凹陷变形 而后方驾驶直起到这一幕 是下道飙速倒退逃命 后续余震不断 更有石块不断的掉落 有不少驾驶也都被撒坏了 是立刻回转躲避 车子才刚开出苏花改人水隧道 没多久路面开始天咬地动 车子跟着晃呀晃呀晃 驾驶吓得赶快停下 眼看两旁树木剧烈摇晃 更可怕的是山坡尘土飞扬 发现不太对劲 车辆纷纷往后退 但就在倒车倒到一半 一颗巨大的落石 从天而降 当场砸中下方车辆 后车厢不偏不已被砸 车辆瞬间45度旋转 场面超惊悚 直击瞬间后方驾驶简直快下呆 优美一踩飙速往后退 还好退得快 因为差不到一秒钟 又有一颗巨大落石 差点就砸中它 被砸扰的车子 车壳毁损 车位凹陷变形 还好驾驶人没事 另一颗行车记录器 同样记录人水隧道惊险瞬间 又驾驶经过隧道 才经历强震瞬间 没想到余震不断 一出隧道又看见这一幕 山壁滚下 比车子还大的巨石 如果被砸中 那还得了 当场立刻掉头 会转逃命 行进苏阿改 刚好碰上强震当下 山区巨石不断砸落 让许多人经历了 这恐怖的生死一瞬间 借花莲综合报道 7.2强镇重创东台湾 花莲和平矿区 有大约70人受困 和人矿区则有6个人受困 空气直升机 今天一早是把和人矿区的6个人 给顺利救了出来 也将新兴水泥场 死亡矿工的遗体 使用直升机来吊挂出来 其他获救的工人形容 当时落石就像子弹一样多 他们是躲在沙包才保住一命 目前搜救队也持续的 在和平矿区空投物资 全力救援 红色直升机停放草坪上 带着白色安全的矿工 在搜救人员的搀扶下 布下直升机 走起路来一搏一搏 面露痛苦躺上单架 由救护车送医检查 他们是受困的和人容昌矿区工人 强震后受困山区空情4号 一早出动顺利救回丢人 其中一人脚步受伤 一人失联中 力竭归来一脸惊魂未定 只乎落石如子弹一样多疯狂 落下只能无助闪逃 躲在沙包才幸免于难 而新兴水泥一名死亡工人遗体 随后由直升机吊挂出来 送往花莲殡仪馆 另一边台泥和平矿区 因为地震导致落石阻断 对待道路还有约70人受困山区 搜救队从黑鹰直升机垂降到满市 杀力的山坡上 准备共425公斤的物资 包含八宝洲水带等 空投到和平矿区 搜救人员和时间赛跑 而台泥也表示地震后 结合当地外包商机具投入救援 尽快抢通矿区道路 也派出场内的部落人员 地密其他下山道路 各单位总动员 尽快让受困的民众 平安返回家园 戒程今夜欢迎报告 花莲墙镇造成市区的 天王新大楼严重倾斜 一名花莲高农的康幸女老师 原本已经逃离大楼 却为了救猫重返建物之内 过程当中遭梁柱压到受困上命 今天一早家术也抵达花莲殡仪馆 神情哀伤 平时朝夕相处的同事 也都哽咽难以接受 而现在康老师返回建筑的 最后生意 画面也曝光 身穿粉猴外套 背着大黄背包 欣喜的爱猫还在屋内 康幸运老师不顾一切 加快步伐 走回大楼 心急如焚 重入屋内 但才刚进去十多秒钟 震动天王溪大楼 瞬间坍塌 扬起大量粉尘 牛老师人也因此被压在 一到二楼的楼梯间 受困整整十二小时 被抬出时 已成了 冰冷一体 借货二号 立刻赶赴花莲 怎么都没想到 一场大堤症 把自己跟女儿给带走了 康爸爸脸色凝重 在旁人的搀扶下 走入殡仪馆 突如其来的意外 照须相处的同事 也难以接受 昨天还跟他说 先走了 拜拜 那隔天 他就不在了 那这个对我跟 另外一位老师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其实我们自己 也需要被照顾 非常的可惜 也非常的 难过 话假到哽咽 尤其康老师 平时就很重视生命 梅潇这回 却为了救猫而丧命 台中人的他 年仅33岁 彰化师范大学毕业后 就到花莲愣教 在花农担任辅导老师 服务两年 温柔细心的个性 更深受不少 同学喜爱 我小孩也是读他们学校 他被他辅导过 所以他也蛮伤心的 他个性蛮好的 蛮温柔的这样子 抢真来得突然 学生眼中的郝老师 就此天人有格 校方也启动辅导机制 但如此大的巨变 失神心中这悲痛 短时间内 恐怕很难抚平 解花莲最后报道 在花莲灾区 也有好消息传出 太鲁阁金银酒店的员工 一大早找到了 昨天花莲墙镇 导致要上班的50名 太鲁阁金银酒店员工 受困失联 今天公路局出动了 空拍机来勘灾 在台八线 175公里处民隧道 捕捉到民众 灰红旗求救了画面 确认他们 就是金银酒店的员工 还有26名员工 是在旁边的九许洞 等待救援 另外失联的6名 东华大学学生也已经联络上 人都平安无事 找到了 那找到了 众人难掩兴奋 因为失联一天多的酒店员工们 终于在酒区 洞隧道里找到人了 那失联的找到了 两个开车都在那边 这一群人是 太鲁阁金银酒店员工们 3号上午 他们搭车上班 途中却遇强症 一度失联 直到三名员工 徒步走回饭店 消息才曝光 好了 看到另外一个了 那两个都在 空拍机沿路探勘 在175公里处 民隧道发现一群受困民众 仔细看后方还有 被落实砸毁的巴士 研判就是精英酒店员工 一看到空拍机 员工们忙着比手势 原来还有另外26名员工 在附近约3公里处的 酒区洞等待救援 截至上午10点 公路局已经抢通到 175.6公里处 但偏颇持续有零星落实 增加救援难度 往天想这一段的那个 空刊的部分 我们沿路回来的时候 希望把那个情况 也能够更明确化 然后接触到 接触到受困的那个民众 或者是精英的员工 我们顺利把他带到 那个安全的地点 花莲大规模地牛翻身 各地灾情不断 太鲁格国家公园 受到重创 不但有三名游客 惨遭落实击重身亡 还有上百名游客持续受困 不过经过一番搜救 好消息陆续传出 东华大学六位失联学生 一早已经报平安 搜救员马不停蹄 持续挺进 要把所有失联游客 都平安救出 截成今夜花莲报道 大地战之后 花莲除了两栋大楼倾斜 拥有46年历史的 国军英雄馆 外墙瓷砖也大面积脱落 玻璃门碎裂 内部也受创严重 得要暂时修管一个月 而汉坪酒店两株破裂 同样受创惨重 业者也决定要提前拆除重刑 天遥地动之后 花莲国军英雄馆 外墙瓷砖大面积脱落 钢筋水泥裸 陆墙面破洞 主粮也破裂 民众看到这一幕相当错愕 我们都取消了 都取消了 所以来现场看 结果现在来看到这个情况 有点压抑 走进饭店内部 玻璃门碎裂 缺震楼梯上 砖头墙面掉满地 回响地震瞬间 馆长心有余悸 很明显的摇晃 而且我们的 一楼大厅的水晶灯 的水晶都已经砸下来了 比之前的东凉东溜还大 第一时间所有房客进行疏散 只是拥有46年历史的 花莲国军英雄馆受创严重 得暂时修馆一个月 裂缝裂得蛮严重的 一楼以及到地下室 之间都有蛮多的受损 那三楼以上的房间 都反而都是安全无遗的 目前我已经申请 县府这边结构机师来评估 那评估之后 才能决定后续是用 补强的方式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 来补救 另一头花莲汉坪酒店 同样受影响 缺震门挤压变形 起楼柱子大片瓷砖剥落 梁柱军列 就怕酒店随时会倾斜 中美路一带先封路 避免民众靠近 业者除了将联络旅客 全额退费 也决定提前将酒店拆除重建 大地震过后 受波及的饭店业者 纷纷停业 盘点损伤状况 索性访客人都平安 记者陈济叶花莲报道 花莲墙震发生之后 至今大小鱼震不对 截至今天上午10点55分之前 已经有超过300起的余震 有专家分析 上一回921大地震发生之后 陆续发生超过1万个余震 时间长达半年 因此不排除这次花莲墙震 余震也会持续半年左右 另外还有专家发现 在花莲规模7.2地震之前后 7个小时内 加益分别就出现了两次 规模超过4的地震 推测虽然两地震一样较远 但是纬度有一些关联性 不排除未来在嘉义地区 也可能有大地震的发生几率 手机警报响个不停 发生花莲规模7.2强震后 已经超过24小时 部分地区依旧能感受到摇晃 根据地震中心统计 截至上午10点55分 主震加上余震 共345起 其中有百起显著有感地震 有专家分析 这回花莲强震后的余震 可能长达半年之久 无感地震它尾巴会拖很长 好几个月半年都是可能的 整个一震加起来 次数也达到超过1万 庄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教授 李希提分析 未来十年内 东部外海很可能出现海沟型地震 动辄规模8以上 届时孔队位处于台北盆地的高楼 影响非常大 海沟型地震它的周期差不多了 再加上 它的侧面 这些断层相当的松弛 未来几年会移动 除了花莲外海 有学者指出未来在嘉义 也有发生大地震几率 看看地震中心资料 显示早在花莲强震发生前 3号凌晨3点26分 嘉义布袋就发生规模4点8地震 花莲强震发生后 3号下午2点28分 嘉义又发生规模4点3地震 中正大学专任教授温宜英表示 虽然花莲和嘉义两地震央距离远 基本上没有关系 但纬度有一些关联性 未来嘉义有可能发生规模较大地震 近期明显看出能量在释放 专家市警经济部地矿中心 近期也安排地交所人员到花莲监测 地表位移峻里 进一步比对活动断层 7.2强阵也震出了台北市围楼 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南机场一带的老旧公寓 在地震过后出现了梁柱崩裂 楼梯断裂 砖块严重掉落等等情况 昨天结构技师确认有立即危险 开出了红单列为围楼 晚间61名的住户都已经撤离安置 相关单位也漏夜进行临时的安全支撑 梁柱钢筋外露整个变形爆开 看起来摇摇欲坠 就怕余震再来工程人员漏夜 进行补墙安全支撑 其他地方同样很惨 楼梯被震裂 跟大楼的衔接处直接断裂 公寓多处钢筋水泥崩落 还有住户的门框被震歪 3号大地震后 南机场中华路二段一带 多达50户通通成了围楼 损坏的梁柱就有20多根 暂时没办法再住 61人紧急撤离安置 干脏的药 因为我 对啊 就连那个衣服都没有 欧白黑黑黑的 到饭裂才再去 笑死人也没有拿什么东西 还有他的小玩具 还有那个跟人家借了 PS4的那个东西 走了匆忙 很多生活必需品来不及带走 经过一晚接过家库之后 师傅也开放受灾户 回来拿取物品 3号下午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自来视察 评估结构补墙 确保安全无余后 才会再让住户返家 但还是有民众很害怕 可能要垮台了 没有地震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剥落 也没想到它会这么严重 把这装网打开 要确定每一根的柱子的状况 昨天可以看到是真的都出了很大的状况 目前救助金每人发放两万元 不过南机厂这一带的老公寓 已经盖了超过六十年 过去喊了好几次都根都谈不拢就没下魂 0403大地震也震出台北市围绕问题 这台北综合报道 花莲墙震第二天 准复总统肖美琴前往花莲关心 一个上午就跑了三个地方 深入灾区来听全民众需求 而受灾户一见到肖美琴也立刻围了上去 急切了表达诉求 肖美琴也是马上耐心的安抚 也强调政府会提供最大协助 灾后重建跟救援 而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确保大家的人身安全 受灾户团团围组 准复总统肖美琴求政府救救 他们一身唯一的房子 一身子买这一栋房子 那小朋友可不可以原地帮我们盖 未来重建的事情会再协调所有的 花莲墙镇震毁当地民宅 同帅大厦严重受创 文英的家就这样没了 居民相当焦急 肖美琴内心安抚 他要先赴保你们是安全的 可以进去 几十分钟的时间了解在乎需求 不料乌漏偏逢连夜雨 墙镇后当天东华大学实验室 大火一度稍不停 肖美琴也前往关心 这些初间的实验设备是在一般你们现在 如果有限制空间 我们可以安置 仔细了解事发原因 肖准副总统带着生根花莲多年经验 运诺中央全力协助 灾民的安置 以及后续家园的重建 那当然产业的面向也很多 尤其是民生的需求 像自来水管线也破损 有相当的规模 那大家都第一时间需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那我们会尽全力来协助 而行政院长陈建源 也与肖准副总统兵分两路 前往不同灾区视察 叮嘱这件事 小美琴新系花莲 毕竟深耕在地十多年感情很深 判提供最大协助 把对受灾居民的冲击降到最低 记者张同 周圆杰 女性媒李明洪 红华莲台北 综合报道 台湾发生规模七点二强阵 外国媒体也持续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各界整点新闻连线 日本媒体也在当天派了记者 来到台湾采访 美国白宫也正在密切注意地震灾情 并且愿意提供任何必要协助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也在社群平台上面发文表达慰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美节整点新闻 几乎都以连线方式报道台湾强阵 由特派记者提供最新救灾讯息 日本NHK电视台摄影棚内的主播 也跟台湾的特派员连线 新北环状线轨道错位 工程单位抢修 而最新数据显示 日本在台企业目前共有1502家 这次大地震一切安好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华森发声明表示 白宫正密切关注台湾地震的报道 以及这起地震对日本可能的影响 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任何必要协助 同时为所有受影响的人祷告 美国跨党派超过十位联邦参众议员 也表达和台湾友人同在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在社群平台X发文表达慰问 小马可氏说 台湾人民经历强政灾变 菲律宾人的心与台湾人民同在 澳洲外长黄英贤 还有纽西兰外长皮特斯 也都透过社群媒体表达关切 有外媒表示 专款赠灾账户还没有成立以前 外国朋友如果想尽一份心力 可以捐款给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综合报道 这次花莲地震国际间也高度关注 不过第一时间社群上面 却出现了许多不实消息 上次有网友拿了今年一月 能登半岛地震 以及两年前的台东地震 当成昨天地震的画面 此外有一些国外的媒体为了抢快 结果误止了2018年花莲云门催堤大楼倒塌的画面 地震来袭 民众站都站不稳 不过这段画面被日本NHK用斗大的字体 标注为错误情报 因为这是2022年台东时尚发生6.8地震时 民众登上花莲着溪山的画面 跟3号发生的花莲地震无关 还有网友上传今年1月 日本能登半岛地震 水池剧烈摇晃的画面 声称这也是3号花莲发生的地震 NHK提醒发生重大灾害时 应该透过政府及公家机关等 具有公信力的管道取得消息 假消息满天飞 还有网友po出两张震博图 声称这次花莲地震 是由地震兵器引起的人工地震 但专家强调 各国测量到的地震深度 介于20到30公里之间 不可能是人为引起的地震 NHK分析网友散播假消息 可能是为了蹭流量 赚取平台分润 呼吁民众小心提防 不仅如此 有些媒体为了抢快 也散播了不实消息 报道这次花莲地震 但照片却是2018年 花莲云门催堤大楼倒塌的画面 菲律宾跟缅甸媒体物资画面 都被网友抓包 工信力也大打折扣 为了抢快恐怕得不偿失 成为人编译 而网络上面就疯传了一段影片 有民众开车行经云林 谷坑草岭路段时 在路旁看到了一个纸箱 被摊平立了起来 还用两个三角锥固定 但是靠近一看 这纸箱的背后 竟然摆了一台测速照相机 警方表示 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取缔 及非固定式测速照相执法 也澄清摆放纸箱 不是为了偷拍 而是要防止山区的雾气 造成电板损坏 民众开车经过 园林谷坑草岭路段 路边学校的标志 底下有个纸箱被摊平立起来 还用两个三角锥固定 没想到靠近一看 折叠桌上 竟一次放着一台测速照相机 民众看得好傻眼 短短10秒钟影片拍下来 PO上网路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从未现场指向已经不见 但留下的两个三角锥 上头就印着华山派出所五个字 而且警察局就在马路的斜对面 当地民众表示 这个路段时常会有飙车族 高速竞标 高分被噪音让民众不堪其扰 警方早在去年12月 就开始进行取缔 以及非固定式测速照相执法 并在执法地点前方 有设置警语提醒 至于为什么会放回收纸箱档 在照相机前 不是偷拍 而是为了防止雾气 为了避免山区夜间雾气吹火 而渗入该测速照相机的 变板造成损害 放置两个三角锥固定 以防止踏陷及警示来车 避免碰撞 并非淫义性执法 民众质疑回收纸箱暗藏陷阱 引发讨论 但要是遵守规定不超速 根本不用怕 结果正义云林 唱不到 来看到有吊客在高丛港 违规垂调还拒捕 原来其中有一人是毒品通气犯 身旁两位朋友见状之后 还帮忙袒护党警察爆发了扭打 远警不只喷辣椒水 还对空鸣枪 而这通气犯 最后竟然跳进了港里 在海中浮浮沉沉 双方对峙了三个多小时 体力厚尽 狼狈被带 嫌犯抛在海里 持续和警方将持对峙 说什么就是不肯上岸 港警小艇靠近 抛出救生圈 嫌犯想抗去 但明显体力厚尽 大枪要远警走开 海上再扶再沉 直到最后体力不支 实在撑不下去 才配合鬼鬼上岸 全身湿透模样狼狈 车内还被搜出毒品 事发在三号 三名嫌犯跑到高雄码头 违规垂掉 但三人不但拒捕 还爆发激烈扭打 其中曾信嫌犯 趁细骑机车企图逃逸 遭远警移拉交水 对空瓶枪制止 也看陆地每路可跑 竟选择水路逃生 跳进大海 在船体耗了三个小时 搞了那么久 云南市民毒品通缉犯 另外两名嫌犯也坦承 怕朋友通缉身份曝光 所以出手挑衅远警 但不管感情再好 身被通缉还违规锤掉 被打也只能乖乖就范 记者吴宗娟科审号 高雄报道 高雄人五发生了死亡火警 一处透天簇全面燃烧 现场浓烟不断趁出 由于事发在深夜11点多 邻居们被吓醒之后 第一时间赶紧通报119 三代同行家族有七个人受困 消防人员入内抢救 其中六个人意识清醒 但是48岁的男子被救出时 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送一急促之后 仍然宣告不知 伤病偷天错 全面陷入火海 火势十分的猛烈 冒出浓浓的黑烟 把周边住户都给撒醒往外逃 眼看大火快将民宅给吞噬 却不见有人逃生 消防人员出动 17车26人前往想救 吉祥从火场救出一名老妇人 他饱受惊吓 紧接着被救出来的二儿子 已无生命迹象 这起火警就发生在 三号深夜十一点多 高雄人五永新四街 三难同堂 七人受困在内 六人吸入浓烟呛伤 意识清醒 二儿子被发现时 倒在三楼后方的阶梯 送一后宣告不知 就在里面快要准备睡觉了 只是听到那个烧东西的声音 我们开门出来看 结果那个就发现 那个是火烧起来了 九点目前我们到现场 出过的话是一楼 一楼汽车的部分 汽车及机车燃烧 初步排除人为纵火 疑似是停放在车库的 汽机车骑火灵货 详细原因人带消防活调科 鉴定调查 深夜一场大火 夺走一条人命 借王超群柯成号在高雄的参谋不到 将来中国在关心到美国禽流感疫情肆虐甚至传出了牛船人的病例 美国农业部官员证实 德州一位牧场工人接触乳牛之后感染了H5N1禽流感 所幸他唯一的症状只有节目炎 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 这也是全球第一个牛船人的案例 也是美国第二个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 目前美国有五个州都有乳牛被验出了禽流感病毒阳性 疑似是因为曾经接触野鸟 但美国CDC强调 目前并未出现人传人的病例 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 来关心到日本九州南部这几天受到了低压影响 天后不太稳定 有一架从空骑飞往东京的日本航空班机 3号在空中两度遭到雷击 机舱内传出浓浓烟味 班机是紧急改降关系机场 幸好飞机上面113人全数平安 而另外在宫崎有一场户外足球赛 至少有18人遭到雷击送医 其中两名高中生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远处传出鸿龙巨响 从停机坪望过去 一条条闪电犹如巨龙从天而降 打在机场后方的地平线 在对流旺盛的日本宫崎县 3号发生罕见的雷击事件 一架飞机空中两度遭到雷击 这是3号当天下午 从宫崎飞往东京羽田机场的日本航空班机 虽然遭雷击瞬间 机体没有传出明显受损 但据传机内出现浓浓烟味 紧急改降关系机场 这架搬机载有113名乘客及机组员 雷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受低压影响日本九州南部这几天天后不稳定 从2号傍晚开始 宫崎县就持续发布落雷警报 当地一场足球赛 传出多名球员遭到雷击 至少18人送医 当中两人状况危急 这场在宫崎产业经营大学举行了足球练习赛 由两所高中球队对战 目击者指出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 听到震耳欲聋的雷声 空旷处接近金属物件增加雷击风险 九州激烈天后将持续到4号 相关单位加强宣导户外活动的安全守则 加密货币金头神话破灭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创办人弗里特 因为涉嫌挪用客户80亿美元资金 28号遭到联邦法院判处25年有期徒刑 以及将近3600亿台币的天价罚款 法官还批评他悔意不足 不过他不承认自己有罪 也表示将会提出赏诉 投资金头沦为阶下囚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创办人班克曼·弗里特 以流星般的速度跌落神坛 照样顶着一头蓬松乱法 但2024年3月底 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聆听宣判的弗里特 脸上已经没了当年叱咤风云的得意笑容 短短几年前还执掌市值32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 弗里特如今成了话题性最高的金融诈欺犯 面对一楼框的罪名 坐牢已成定局 外界等着看 检方口中如此胆大万为的犯性 会遭受何种刑罚 判处25年有期徒刑 以及112亿美元 将近3600亿台币的天价罚款 不少前FTX用户在社群网站上表达不满 直呼法官判太轻 专家表示 要是弗里特狱中表现良好 最快12年半就能出狱 弗里特被控编造加密货币版的庞氏骗局 挪用客户80亿美元资金 进行违法高风险投资 外界分析 这次主审的联邦法官 虽然没有从弗里特身上 感受到足够悔意 更担忧他未来再犯的几率 必须重判以达到嚇阻效果 但辩方律师不断强调 弗里特身为非暴力出犯的事实 25年刑期 显然是几经权衡下的数字 弗里特的父母力挺爱子 但两人本身都在史丹佛大学法学院任教 感受到外界批判的眼光 在法院外几乎不发一语 弗里特虽然誓言上诉 但也认清自己最终难逃牢狱之灾 葬送了美好人生 回顾弗里特的巅峰 宛如昨日 2019年创办FTX 掀起投资热潮 和体坛大咖称兄道弟 超人气直燃巨星 多成了他拉抬平台形象 吸引广大客户的合作伙伴 一系之间各界名流 纷纷赶搭这波弗里特狂潮 出入重要场合不修蝙蝠 反倒为他建立另类的金融鬼才形象 身价一度来到265亿美元 全美富豪榜排名第41 还被视为全球30岁以下第一富豪 瞬间累积大量财富 佛里特更积极拓展政界影响力 如今光环尽失 过去接收他高额政治现金的 两党政治人物 对佛里特不是异常沉默 就是急忙切割 FTX财务黑洞和相关弊端 以及佛里特在公司总部 设置的巴哈马奢华生活 陆续曝光 同年11月 平台宣告破产 进出法院成了这位 昔日比特币金头的日常 这次在电汇诈欺 购谋诈欺 以及购谋洗钱等七项罪名中 遭到定罪 成了世纪诈欺案的主角 也让人联想到 三年前才在狱中过世的 诈骗之王马多夫 我认为他尊重的币金头 我认为它是 它比Madoff的小小 但在整个货币金头 是跟罗诈和市场操作 如果您说过 那是一个Ponzi scheme 我前面的公司 这可能是 最大的Ponzi scheme 在历史上 弗里特事件 再次引发加密货币 怀疑论者发声 直指比特币等虚拟货币 市场不稳定 缺乏监管 又受到高度操纵 如果没有投资 在原本的投资 那在最终的 这些公司 应该要跟法律 而很多 很多 都没有 我们看到 批证后批证 判断后批证 问题是 不是只能购买 一个Ponzi 而是能够 卖那Ponzi 去能够购买 然后你会看到 交易后 交易后 会掉 你会看到 Ponzi 后Ponzi 会失去 过去一年多来 比特币因为需求飙涨 价格不断攀高 虽然部分专家看好 比特币能成为21世纪 等投黄金的避险工具 但如何防止下一个弗里特出现 仍是棘手的课题 掌理的名义 强政来袭第一时间该往外跑吗 斩扎有事 其实躲在屋内相对安全 关华也带您一块了解 在许愿可以许愿到来滑雪 我们来滑雪咯 跳赛 跳赛过来 然后脚尖 脚尖 教练 跳 靠谱 车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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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路口的车瘦 感谢大臣宝金冠名播出 我们所有每天采怀的茶 都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 把这一片茶叶原本的滋味 用心地呈现出来 它应该就是一泡好茶 这个是很苦的工作 所以当时小孩子就说 我发誓长大以后 绝对不去做这个 家族事业必须要有一个传承 只要有那个手艺以后 就是吃饭没什么问题 每个礼拜天 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 同学之间有一些摩擦 它就会整个就是 爆炸爆发的那一种 就是哭啊闹啊 现在是因为比较大了 比较知道会想的 而且有些做过一些治疗 它现在人机是不错的 现在特殊教育更普及化了 我们其实已经不是用一些 比较威权或是一些 强制性的方式 去做一些对孩子的对待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本来我们需要的就是 更多的一些辅导资源进来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热情追踪 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咯 这一区呢 长期模拟海洋酸化 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愿 快回来 带你来关心到 规模7.2地震 让花莲北冰路有一栋大楼 瞬间倾斜垮下 一楼的早餐点 直接变成了地下室 店内当时有17个人 是立刻的往外冲 逃过一节的最新画面曝光 不过这也让灾难当下 究竟要不要逃出户外 引发热议 有消防侦察认为 其实地震多数伤亡 都是在移动时发生的 认为应该要先躲 才相对安全 早餐吃到一半 突然天摇地动 民众惊慌往外跑 下一秒整栋房屋下陷 扬起大量尘土 一楼走焊店变成地下室 最新曝光的生死瞬间 让民众直呼 还有第一时间跑出去 平安无事 但画面一出引发讨论 发生地震时 到底该不该逃到户外 住第一楼的话 就赶快出去啊 可能跑出去的时候 正好别砸了 最好是先安静一下 不确保他的房子的坚定 稳定度 先把门打开往外跑 直钻会掉下来 你反而危险 跑到墙壁 然后就不要动了 消防专家建议 在地震时 其实大半的房子 是不会倒的 多数的伤亡 反而是在移动时发生 先躲还是相对安全 如果你是比较 有一点点风险性的 那当然就是跑出去外面 那如果是稍微坚固一点点 待在室内会比较好 有钢筋混凝土的地方 其实它还是蛮坚固的 不过想躲还要挑对地点 像是阳台运势 很多是用紧一场 或者是轻格间相对脆弱 厨房则是瓶瓶罐罐太多 都不建议躲 同时还要避开墙上的挂画 天花板上的吊灯吊扇 建议第一时间 要躲在坚固的桌子底下 如果是在大楼公共空间 其实楼梯间的墙面 大多是钢筋混凝土所造 也比较安全 内政部消防署也呼吁地震发生时 不论在哪一个楼层 都不建议往外奔跑 最后还是要采取趴下 掩护稳住的动作 躲在桌子底下 或者是墙角形成防护屏障 增加生存几率 记者未挺于领域 组合报道 台湾处于地震带 每年几乎都会有规模6以上的地震 最后人很好奇 台湾有没有比较不会受到 地震影响的县市 上网求解 不少网友回答是桃园 而D科系教授也表示 如果以地质地理位置 还有断层的活跃度 三者条件来看 桃园确实相对安全 3号一早 花莲发生规模7.2强震 天摇地动全台优感 台湾处于地震带 每年几乎有大大小小地震发生 就有人好奇 台湾哪个县市最安全 不受地震影响 上网求解 不少网友直接点名桃园 这几年的地震度很低 桃园本身是台地 应该就真的相对比较安全 究竟正解是不是桃园 D科系教授表示 以地质地理位置 还有断层活动三者来看 桃园确实比较安全 地质属于比较坚硬的一个状况 地理条件来讲的话 相对之下 它会受到比较少的一些 硬力的一些影响 它的断层期 已经是相对之下 比较不活跃 很多条件综合之下 桃园真的是相对比较安全 教授分析桃园属于台地 地质坚硬是古老快体 有活动断层但不活跃 加上地震硬力作用 桃园正好处在对角最远 影响最小 台湾的那个板块硬力 其实是从东南方 一直往西北方 事实上桃园 刚好是在这个对角的 最远的地方 除了桃园 还有哪个地区相对安全 教授点名台中彰化 台中彰化这个地方 比较不容易产生地震 但是它是要靠西岸 就是靠海岸的这些地方 它是比较不容易 受到地震的影响 而台北和桃园 虽然都属于地震活动度 少的区域 但台北因为盆地地形 一旦发生地震 能量容易聚焦 就会造成严重影响 以地质位置 及断层活不活跃 三者来看 确实桃园相对安全 记者梁子月 邓明高雄采报报道 长城西台住宅地震 显得询问数量也增加 根据统计 截至2024年3月底 目前通保率 大约是38.01% 表示还有六成的民众 尚未投保地震险 其实地震险的类型 很多元 民众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从地震基本保险 超额地震险等等 来做选择 全镇席台 余政不断造成人心惶惶 因此想投保地震险的人 也变多了 让传险业者电话接不完 业者说会依照 核保流程评估 不至于不接受投保申请 而民众如果想买地震险 市面上分为四种类型 地震基本保险 不分地区 不分屋林 皆可以投保 造价较高的房屋 可加保超额地震险 提高理赔额度 清损地震险 则是用在仅有屋内的物品 装潢及家具受损 扩大地震险 理赔条件不受建筑物 半岛或全岛的限制 所以保费较高 理赔范围就是以全岛为准 假设全岛了 他就理赔150万 但是如果你投保了地震险之后 你可以再附加一些超额的地震险 超额地震险 就是在150万再加上去 那当然保费 他也会变得比较贵 根据统计 台湾住宅地震基本保险 截至三月底 以全国户数929万户记 投保率只有约38.01% 毕竟天灾几率相对低 投保高保费划不划算 还需要靠个人评估 记者姚立安 苏惟明台北采访报导 那两个人是要找人吗 我们小的陈伯瀚 教育的亚婷 就是我本人 就是你 我这世人我就驾在花蕾了 你当时我赶紧做 我们是有请客人的 谢谢你 让我一台车可以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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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进入标准室的空空 每周六晚间十点 台市华丽继程车行 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咯 这一区长期模拟海洋酸化 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 草原萌马翔 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击科学家的实验基地 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生活完科学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识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您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周日晚间八点半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发现科学 同学之间有一些摩擦 它就会整个就是爆炸爆发的那一种 就是哭啊闹啊 现在是因为比较大了 比较知道会想了 而且有些做过一些治疗 它现在人机是不错的 现在特殊教育更普及化了 我们其实 带您来看到荷兰中部大城运河密布 每年春季都有大批的鱼群在产卵途中 因为被水稻闸门阻拦死亡 当地的生物学家为此跟市政府合作 设立了全球独一五二的鱼门铃系统 将水下摄影机的画面放上网路 网友看到鱼群受混时 都能帮忙按铃 叫水稻看守人来开闸门 也变成了另类的热门景点 黑白相间的身体 鲜橘色的富奇 水下摄影机捕捉到鱼儿成双成对 逆流而上 想到温暖的水域缠卵 却碰上运河门挡路 索性路障很快就被清除 水下及时监控画面放上网 任何民众上网 只要看到鱼儿受困 都可以点击一旁的红色按钮 管理员就会打开闸门 这套专门为鱼儿畅行无阻设计的门铃 全世界只有在荷兰中部大城 乌德烈芝看得到 乌德烈芝水稻密布 每年春季都有大批鱼群 因为在产卵途中受困死亡 地方生物学家魏茨跟市政府合作 2020年推出鱼门铃网站 大大帮助鱼群 也成了另类热门景点 民众跳进水里 只为了对摄影机挥挥手 让鱼门铃创办人哭笑不得 却也凸显这套独一无二的系统 大受欢迎 不过鱼门铃系统使用高峰 只限春季 人力需求并不高 想要改行替鱼儿服务的民众 可能要因此失望 邱凯文编译 葡萄牙足球巨星西罗二号 在沙烏地阿拉伯足球联赛中 上半场就踢进了三球 演出帽子戏法惊艳全场 这是他生涯第六十五次的帽子戏法 也显示三十九岁的西罗 依旧处在巅峰状态 开赛才第十一分钟 葡萄牙足球巨星西罗就把握自由球机会 成功破网 三十九岁的西罗体能和状态不见下滑 短短十分钟后又重现完美射门 开赛二十分钟就先后设定两颗自由球 就连球评都难以置信 没想到更吃惊的还在后头 隶属沙烏地阿拉伯足球联赛 艾纳斯队的西罗 二号对战艾卜哈队 惊人的在上半场进三球 让他连续两场比赛都演出帽子戏法 也成为西罗生涯第六十五次帽子戏法 总进球数来到八百八十五球 显示他依旧处在巅峰状态 请问两位是要找人吗 我们是那个 我们小的陈伯范 教义的那个雅婷 就是我本人 就是你 我这四人我就驚来看 你当时我跟你做 我们是不成功了 谢谢你 要让我一台车可以晒 上来 还可以信吗 表现身的空空啊 每周六晚间十点 台式华丽继承车行 同学之间有一些摩擦 他就会整个就是爆炸爆发的那一种 就是哭啊闹啊 现在是因为比较大了 比较知道会响了 而且有些做过一些治疗 他现在人机是不错的 现在特殊教育更普及化了 我们其实已经不是用一些比较威权 或是一些强制性的方式 去做一些对孩子的对待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本来我们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一些辅导资源进来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热线追踪 早上很怕出名啊 你拿过来啊 之前完全没有吃过的那种感觉 他的天诚变成他的咬劲非常好 是很刺激的 他说他刚刚是有时候有加了一点点 然后吃了一点 对 再过去一点... 再过去一点 很好吃... 这个山药 那个汤好黏喔 电视机躯 雷鸣 我以肩负未来的春日部 世新疯的代表身份 向你提出饶蛇决斗挑战 看来街头好像热闹起来了 究竟哪队过胜 也错过了 全新一季 心 蠟筆 掃心 每週六晚間6點30分 全台無家首播 每週一至週五晚間8點 台視最新八點檔大戲 追分成功 每週到週五晚上8點 請收看台視追分成功 大家好 我是莎莎 想陪著我們一起營業嗎 看營業中第三季 週六晚上8點 請鎖定台視主評 我今晚是丟到寫著悶 我如果真的去桌家 在丟到的民主也難看 我這個朋友你覺得有點麻煩 他請我查一下暗境 什麼暗境 我不懂 一個叫創素珍的 你肯定把粗鑽帶著要賺錢嗎 沒錯 我肯定幫自己刷也幫他刷 我去保障 待會兒找隊長 是小姐走去哪裡 我們去買湯 拜告拜告 暗時六點 一個屋簷下 全國觀眾烙獵支持 還是全員請上車 收視率 再創新歌 最爆笑 最舒壓的 實境綜藝節目 盡情鎖定 每週日晚間八點 還是全員請上車 Ready GO 怎麼會許願可以許願到來滑雪 我們來滑雪囉 丟賽 丟賽過來 好 腳尖 腳尖 教練 丟 靠哥 車禍... 十字路口的車禍 我們所有每天採回來的茶 都是老天爺給我們的禮物 把這一片茶葉原本的滋味 用心地呈現出來 它應該就是一泡好茶 這個是很苦的工作 所以當時小孩子就說 我怕是長大以後 絕對不去做這個 家族事業必須要有一個傳承 只要有那個手藝以後 就是吃飯沒什麼問題 每個禮拜天 帶您尋找台灣感動力 請問... 兩輝是要找人嗎 我們是那個... 我們小的陳柏翰 尬意的那個雅婷 就是我本人 就是妳 我這世人我就怕妳看妳 妳當作我跟妳做 我先請妳 謝謝妳 要讓我一台車可以曬 再來 還可以進來表現什麼空 每週六晚間十點 台式華麗計程車行 同學之間有一些摩擦 它就會整個就是爆炸爆發的那一種 就是呼啊鬧啊 現在是因為比較大了 比較知道會想了 而且有些做過一些治療 他現在人機是不錯的 現在特殊教育更普及化了 我們其實已經不是用一些 比較威權或是... 歡迎回來 帶來關心到親民連假第一天 台南市警方酒店領檢時 發現了一名男子神情慌張 從後門燦出 打算躲在便電箱的後方 圓警見狀之後立刻上前盤查 他假意配合 卻趁機推了圓警企圖逃逸 好在警方很急緊 立刻適應警棍跟辣椒水制服 一查發現男子是涉嫌炸氣味道案 遭地檢署發布通緝 連假第一天跟朋友來到台南酒店消費 遇上了警方領檢 才會倉皇逃逸 最後是被帶回解送歸案 有男子持電動長槍 在台南街頭草叢掃射 墨盡民眾見狀之後是嚇得報警 男子卻辨稱因為巷弄太暗 才會啟動長槍上面的照射燈 卻不慎誤觸板機射出BB彈 響應狀況要連線給記者吳宗宣 好的 主播一名白色上衣男子 手拿著黑色長袋蓋住一把電動長槍 不斷往旁邊草叢掃射 發出陣陣槍聲 只見一旁就是住宅 也有不少行人在行走 目警民眾看到嚇得趕緊報警 來看斷稍早畫面 事發在2號晚上11點多 這名男子當天出現在台南中華東路二段巷弄 拿著電動長槍掃射路邊草叢 被逮時卻變成因為巷弄太暗 才被開長槍上的照射燈照路 不小心誤觸板機 警方在男子黑色長袋發現長槍彈夾六個 伸縮緊貫兩支 腰間也配戴一支空氣手槍 而這把空氣手槍已達到殺傷力標準 男子也涉及兩件毀損案 將持續清查是否還涉及其他刑案 以及微續行為 以上時間盡頭將給棚內 那兩輝是要找人嗎 我們是那個 我們小的陳柏翰 教育的那個雅婷 就是我本人 就是你 我這世人我就怕你怕你 你當作我跟你做 我們先搶了 謝謝你 這樣讓我一台車可以塞 人耶 還可以現在表現身的空空 每週六晚間十點 台式華麗計程車行 我以肩負未來的春日部 世新風的代表身分 向你提出饒舌決鬥挑戰 有有 看來街頭好像熱鬧起來了 究竟哪隊獲勝 也錯過了 全新一季 新蠟筆小新 每週六晚間六點三十分 全台獨家首播 每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 台式最新八點檔大戲 追分成功 每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檔大戲 每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檔大戲 追分成功 大家好我是莎莎 想陪著我們一起營業嗎 看營業中第三季做 德國南部一座湖泊 因為紫流郡滋生 湖水是變成紫色的 特殊景象也吸引了許多遊客 先最後帶您一塊來看看 以上一節正確內容 我床品林 感謝您收看 稍後邀請之鎖定台式行為 咧明正確內 estão 雪埃 蕃蕃 展覓 兩輝 是要找人嗎 我會睡一會 中情地 吧 好